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董事长钟月 我代表女儿在线的全体员工 向各位致以新年的祝福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身体健康 工作顺利 万事余业 今天呢 也是大年的三十 我想 记着这个机会 给大家聊一聊 今年 就是2022年的 房地产的走势 我个人认为 房地产的走势 是一个上上的 而且涨幅 付费低于13% 那么 2011年 美国的地产 已经涨了 19.9% 也是破了历史的记录 我想 这个涨幅很惊人啊 今年还要涨吗 还会涨这么多吗 我想回答 是的 我现在来看看我们那些机构和捐家的评论 首先看着Zero 这个房建公司 我们在网上经常推出到的 它对 2022年的房地产的评估 会涨幅 超过13.6% 第二个就是 房地产 房地产对 2020 美国地产的 涨幅 会超过 8% 到9% 全美 房地产协会 对美国的房地产 2022年的房地产的评估 也是上涨的 它的涨幅 是11% 到13% 左右 还有啊 我们 聚门的一个学者 叫做高盛党 高盛集团的一个学者 也是一个经济师 他叫 Goldman said 他就在 2022年 到2022年底 美国房地产 张会 涨幅 16% 那涨幅就很惊人啊 它又直到 2023年 它的涨幅 是百分之六零七分 都发 16% 在6023年 明年是再涨了很多 所以是房地产的 前景是很好的 唯一到一个看得比较淡淡 就是叫做 Morgan Morgan Banker Association 就是我们的大通案 它的评估就是 2022年会下 下 百分之二零五 但总体的机构的平衡来说 以我个人的领费 我认为美国的房地产会上涨 尤其涨幅 我个人们不会低于百分之十三 那是为什么 我想有几个理由跟大家讲 第一 就是新冠疫情 导致了我们全球 我们美国 物价 灰色上涨 特地 见着 这个材料也大幅上涨 我们看看 最简单大到去 就是汪大买货的上市公司 现在每个东西是一块二毛五 汪大乘去发生线 所以已经涨出了百分之二十 Hon Depot 我们留意一下Hon Depot 特地是墨财 墨财的涨幅 去年一年涨幅到了超过了百分之一百六十 这个很吓人的 所以说我们美国的地产 它是靠建造材料 来支撑这个房地产的价格 人工工资稍微变一点 进到财来将近涨一倍 你却房子不飞 咱们还是肯定要涨 没有不涨到了 第二个呢就是啊 聚房 我们就是历来的这种十年的统计 历来的聚房子是不足的 之前呢 因为日经之前很多人还是路易去走房子去 但是日经以后发现 走房子还是不安全 很多人都想去买房子 还是有一个自己的家人 有一个自己恶角的地方 还是可靠的 所以这批买房子也来了信心 想买自己的聚 还有 就是我们 年轻的一代 我讲的这些年轻的一代 就是 1989年 1993年 这个个人出生的年龄也很多 这种比例也很大 他们将近近厄历之年 都要成家 那么就买房 买房原油之这么多 但是肯定要推荐房价 所以说去年2021年的房价 好得去 已经超去了 卖家想象的范围 比方说一个房子卖五十万人家五十八万卖主 买主 这个人还是 对不对 卖家很弱 但是买家它没办法是抢了 那房价还是上涨 第三个呢 就是新光的区域了 人们大部分外千 从大城市千 小城市 从大城市千 都在附近的周围的城市 那时候房价便宜 我们最感兴趣的很多华人感兴趣的都 库罗里达到欧南州 都参考到马阿弥 还有德莎斯 阿斯丁等等 这些地方去买房 为什么 他们房子很便宜 为什么统计 便宜 这么买个房子一百万 我在那里可以买三个房 我自己住一个房 留两个房子去搜 那么房子 房源幼稚这么多 那房子肯定也可以到他 所以房子打价也是 跟人们的天移有关系的 所以现在我们最有代表的 我们法院很多 在佛罗里达 一个人有三套 一个人有四套 最多的我 听了一个朋友说 他有九套房 十套房 因为他买的 纽约的房子 卖掉了 纽约的房子 卖去了一百多万 当然卖了 付笔投笔款 一下买了 八九上十个房子了 他觉得是很幸福的 为什么 那房子 把房子全部来出租 自己注意他很好 很漂亮的 还没有这么多压力 所以房子涨价 我认为 是选择肯定要涨的 也许我个人的评估 根据我二十年 房地产买卖的经验 和建房的经验 我认为 房地产还会 今年 二十年二十年 二十年二十年 二十年二十年会涨 百分之三十三以上 这是我个人认为 但是现在 你们最单身的三点 我认为是不可担忧的 不必要担忧的 三点那是什么呢 一个就是说 是不是房子这么涨 是不是像二零零八年一样 去上的房地产泡沫 房地产崩盘 有没有可能性呢 但是这次 就不像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带房子 但是银行是没有绑关的 没有考虑想法能力的 现在我们这一批 这次的房子涨 银行是绑关的 不分谁边要留 而且是你抵押贷款 你有多少个贷款 多少单配 你押房子贷款 你只能带去的百分之几十 所以这是很明显 它跟二零一八年的 这个次贷位就是有区别的 再一个就是利率上涨 去年我们经历了很远速 我有着低利 三十年两点多 十五年三点多 今年的房子 房地率会涨一点点 但是银行会抱怨说 今年肯定会涨 但是它的涨数是很低的 不会一下一下掉到两个点 是涨得很低 那么对于我们买过几十万的房子 尤其我们华人买房子 单配们很多的话 这等利率可以付了不及 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这个也没有很多 这个给你带了很大的压力 尤其你付三十年贷款 所以我们关心的是 我也费多少 我每个月要付多少钱 但是利率涨一点点 那没什么关系 尤其我们现在很多法人 不查收益的 它的利率也没涨很多 以后也不会涨很多 百分之八十的法人 他们都买房子的 这个经历都是不查收益的 不查收益它没有什么影响 所以利率对房地产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当然这整个化的房子是有影响的 没有很大的影响 大家都会去考虑 我能不能买房 我能付能不能付 这都是每个人 买房之间都去想的 再就是股市 美国的股市 尤其这一个月来 股市跌得很惨 大家也就担心 股市是不是再费价 会崩盘呢 我个人认为是不会的 美国的股市很健康的 你看今天 我刚才看今天是过年 也是大好的喜庆 今天的股票涨了很多 所以说 美国的股票还是会上涨的 它是在温和调整 温和的上涨的 你别打算 美国一下就要得崩盘了 所以说 通过这些原因 我们也想想美国的房地产 2022年 同样是好的兆头 同样是给我们买家和卖家 都是喜庆 现在我们 我个人认为还是会涨很多 13%以上 现在我们就要聊到这里 也谢谢大家 再次祝各位 新年快乐 万事余异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